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假如要把这些难耐难安的富贵 贤善都耐得安得的话 要怎么样修养自己呢 当起行动念有难耐难安的时候 又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这因为苏东坡子极既然有富贵又有时间 或者是他看到的上层社会的人 富贵而贤善 而因此发生了 富贵人有问题 就是不能耐 贤善的人也不能够安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在我的经验之中呢 贫穷的人 安于贫穷 勤劳的人 安于勤劳 这个是对了一半的 因为贫穷的人呢 就是愿意贫穷 一直贫穷下去 这种人大概不多了 勤劳的人 觉得不要休息 永远做下去 当然呢 有一种人叫做工作狂 他就是喜欢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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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这是工作狂 所以一般的人呢 非常勤劳 而就是勤劳 那么这种人呢 一定有他的理想 一定未来他的什么目的了 那么说贫穷的人呢 是永远安于贫穷 愿意自甘贫穷 这个大概不容易 不过呢 在我的一种想法 和我的观察呢 说贫穷的时候 自己的 因为条件不够啊 要花天酒地不容易啊 那就安于贫穷了 那只能够说 我的个命就是这个样 就是个穷人的命 那这个没有话讲来了 但是呢 富贵的人啊 富贵以后不能够贫穷 他能够富贵 而不能够接受贫穷的这个事实 从贫穷的时候 成为富贵 这个自然而然的 觉得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 而有了富贵之后 而有了富贵之后 要叫他突然间变成贫穷啊 那他是受不了的 那没有办法忍受的 那没有办法忍耐的 因此有很多的人呢 叫做破落后 当自己啊 这家人家衰落了的时候 那这家人家是非常痛苦的 他连过日子都不敢过 见人都不敢见 在贫穷的时候 没有问题 大大方方的见人 反正是穷人 可是已经富有过 结果变成了没有钱的时候啊 他不好意思见人了 这个就不能够啊 安心 安身 于这个社会 至于说 贤善的人呢 说贤善的人 不能安心的原因是什么 贤善因为他 他身心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没有事情做 有时候好闲 不知道怎么办 因此呢 老是啊 想到吃一点东西去吧 或者是呢 到那去玩一玩吧 或者是找什么人家 一个麻烦去吧 因为自己的时间 不知道怎么打发啊 所以这种人就不能安心 因此我主张呢 凡是贤善的人 或者是身体不太好 常常愿意在害病的人 找一些工作做 能够勤劳一些 那他自己啊 身心就能够安定了 我常常有这么说 一般的人呢 普通的人呢 不能够啊 没有工作的 身心就是要安身于世 安心于世 安心于世 那我们身体就啊 有事情做 安身于世 我们身体就在忙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就不会啊 去制造是非 不会啊 自寻烦恼 也不会呢 找人家的麻烦 这个就是能够啊 安下身心来的 我不知道苏东坡的这句诗的原意啊 因为我今天才听到 这个苏东坡有这样的一首诗 或者有这么几句话 但是根据伏法的原则来讲 人呢 一定呢 有用 不是没有用 众生 基本上讲啊 都是啊 需要努力 因为有用 所以需要努力 努力以后 才能够成长 成长之后 才能够啊 自安安人 自己能够安就能够安人 自己不能安一定困扰人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呢 不是缺少贫穷 不是大家因为贫穷而不安 今天的社会 就是无责的条件 比较啊 富裕啊 而工作的时速啊 减少 或者是年轻的人 不需要去办公办读 或者是呢 不需要为了一桩啊 每天的生活 这个油盐柴米啊 而忧愁 所以呢 就制造了许多许多的啊 无聊的麻烦事出来 麻烦了自己 也麻烦了他人 所以标策咯 以及呢 挑戏 打架 都很 最多是因为没有事情做 才找这些事情呢 来麻烦自己 麻烦他人 所以 我想 今天对这 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今天还是有用的 而且非常有用 就是大家今天呢 太富裕了 因为台湾有钱嘛 太懒散了 因为台湾的 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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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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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